每天拿出一小时 你也可以上转时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导师一模 最后一节课 我会通过一整局的复盘 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游戏中的全局思路 思路复习 巩固一下 新的拉课程里面的知识点 首先在选人阶段 最为重要的是什么呢 对比双方中野的战斗力 对方更强势 那我们就选择空线打法 我方更强势 那就选择推线打法 这是我们首先 游戏进入去的第一步 我们也是公共视频 来给大家看一看 比如这一把 这一把 我们对比一下双方的中上野 对面上单是攀升 打野狮子狗 中单卡丽 我们这边是新的拉 加千菊 这个很明显的话 我们中野 在前六级之前 肯定是有优势的 所以我们六级之前 可以采取 压线打法 是吧 因为我们 你说我们一个 新的拉加上一个千菊 六级之前 打四狗和 卡丽 肯定是没什么压制 但到六级之后 就得空闲 为什么 因为六级之后 这个四狗和卡丽 都是两个刺客 对我们这两个脆皮 影响肯定很大 而且对面上 还是个攀升 对吧 六级之后攀升 也可以 经常的跳钟 是吧 这是我们第一个 需要 知道的 在选人阶段 需要做的事情 第二个 就是什么 开局 开局要干嘛呢 首先 第一步 购买装备 快速出门 出门慢速一半 这个是不是 绝对不是偶然 第二是站位 第三是做核道野 你看我这里 快速出门的好处 在那里 你看我这里 只要把位置 站到了这里 敌方中单 之前我们在 我们也去 打野被对面 打了一波 那我们提前 如果站位站到这里 那就可以在对线之前 白白的把这个 卡丽 耗了这么多血 无论是站位也好 还是坐也好 每个细节 每个点 都是很关键的 不关键点 我们根本就不会输 你看我这一级的时候 通过站位 我提前站位 得到了 唠唠的这么大的好处 直接给卡丽 差不多打了一个 半血左右了 半血少一点点 这是站位的好处 这是一个 对线期的 如果不是一个 开局的作业 以及站位 因为我这里是想 再多打卡丽 一到两刀 所以在这里做了个眼 其实这个眼的话 还是留给 那个一分二十秒的眼位 会好一点 在红尺方的时候 好 然后再开始 对线期 好 对线期我们需要怎么做呢 首先 对线若是英雄 那就多去压制它 对线强势英雄 那就多发育 就比如说 如果我们打卡丽 那我们肯定要想着 如何六级之前 把卡丽压得死死的 不能说我六级之前 跟卡丽合并发育 对不对 但是如果对线 是个强势英雄 比如这个版本 非常强的什么 这个 萨拉斯 对不对 碰到这种英雄 不太好打他 或者雅鼠 这种英雄不太好打 那么就以发育为主 好 这是第一点和第二点 第三点就是 兵线 只要过去了 就因为星多拉这个英雄 他的所有技能 都是AO1技能 所以说很容易在消耗 或者换血的过程中 把兵线推过去 对不对 那只要兵线过去 那就先作业 压线的时候 不能用意见的消耗 留意逃生 这个就跟腰机和结差不多 对不对 你玩腰机和玩结 你压线的时候 你把打不交了 别人打也出来 你不就死了吗 对不对 所以压线的时候 你不能去 就说我把 我把卡丽压在塔下打 我不会去叫A 去消耗卡丽 除非说我附近的视野 非常非常开阔 好 这是一个六级钱 我们需要做的 首先第一是碰到强势英雄 就压 不碰到弱势英雄 压子碰到强势英雄 发育 然后兵线只要过去去做 我们先看一看 这把的一个对线 首先我们可以负药盘 首先这一把打卡丽 一级的话 我们已经赚到血量优势 而且我们中也是 中也是比对面强势的情况下 你可以看到 我在前期的对线期 不停地在利用 我们的一个平A和Q的消耗卡丽 而且我们在前面讲 对线片的时候 也说了打卡丽怎么打 让卡丽先交盾 他交盾的时候 我们就用Q他 不 他交盾的时候 我们A他 等他没有盾了 再Q他 就比如说刚才 他Q能交完 不过他Q盾已经消失了 还在设定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拼命地用QA打他 而且打野也给我们信号 直接逼出他的闪现 这个闪现就是一个伏笔 虽然这波没有杀掉 但这个闪现 以后会是一个伏笔 然后第二步 也不是第二步 然后现在要做什么呢 因为我们能打野 我们中以 首先我们中以比对面强势 而且对面中单被我们打回去 就是说打残了 然后我们又看到印记 看到没有 千决的印记是在上面野区的 我们就说了 在我们中也比较强势的那里 就应该靠着自己的打野 这样子 你看这里我就直接往上站了 这样的话就保证 因为千决在拿印记的时候 很容易跟敌方打野打起来 这里我就直接过去了 而且果然打起来 虽然我这里技能 Q1技能 交的有一点问题 但是怎么说呢 这波最大的问题不是在于 我Q1交空了 其实我Q1交空了 我们这波还是会打成这样的 最大的问题在于盘存来了 我们这个上单没来 比如这波 怎么说呢 只能怪上单 而且第一是因为千决一级被烧了 没办法红开 如果这波千决有红 我们也很快的就把这四个都杀掉 第二就是因为我Q1交空了 但我也很肯定有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因为盘存来了 但这个也不打紧 这个是我们一个小差距 然后这里我们说了 冰线就是到了我们第三点说的 冰线只要过去就先做野 但我们现在身上没有野 虽然没有野 但是视野是比较开阔的 因为我们刚才千决虽然死掉 但是抢到了 已经抢到了上和线的一个视野 那这样吧 这个时候我们上路比较 就是说上路的视野比较明朗的时候 我们就多往自己有视野的地方靠 还不往下路靠 为什么呢 因为千决现在还没走到下半野区 这个时候我往下靠 因为我下半野区没有视野 视野有可能从我的下面跳出来了 那我就先往中间或者说上面靠一点 等我的千决准备去刷下印记的时候 我们再去打 但这里我们还是对线的话 我们就主要以压这位置 不过这个卡丁站的站位非常靠后 压不到的话那就算了 消耗方法也是一样 先把卡丁的盾A出来 你看我们的站位始终是往上靠的 为什么因为上路的视野更开过 也不用担心这个四个能绕视野过来 我们打卡丁 消耗怎么消耗 我们之前也在对线面说了 因为卡丁有盾的时候你就A他 等他没盾了再去交技能 这样的话你在换血的中间就不可能亏 如果你打卡丁永远把技能打在盾上 那你永远对线不过卡丁 这里上路的视野消失之后 你会发现我们走位很明显的就开始偏向于自己的打野这边了 第一是为了资源快 第二是因为我玩打野这么战也不用担心被抓 然后这里看到双方打野有可能又要打一波 我们就继续赶过去 往那边赶 但这个赶的话我们肯定慢慢的赶 因为有一波炮着瓶肯定想把这想把炮着瓶堵了再过去 然后这里因为我有伞 首先这里我们说的之前有伏笔 第一我有伞 第二对面中单没伞 这里我是干嘛 故意的勾引狮狗跳出来 因为狮狗他这里有满心的W 他是可以用W解控的 如果我直接QE狮狗 就是在当狮狗在这个草丛的时候 当这个狮狗在草丛的时候 如果我直接叫QE 那么他的W就会把我QE解掉 那么这波有可能就是狮狗直接走就行了 这里我为什么要走到可以给狮狗跳的地方 就是故意的把它骗出来 让它没有草丛可以跳 然后直接一个闪现调整角度 尽可能的保证我的QE能遇到两个人 但很可惜只遇到一个有点小失误 好像遇到两个 只不过那个四狗好像把空解了 我们看一看 好像是运到了两个 好像是运到运到了 对不对 那这的话由于第一波没有闪现的卡丁 那这波就直接会被卖掉 没办法 因为这波第一波被我牵绝抓的时候 他交了闪 那这波我就是故意勾引四狗出来的 因为如果我这波不勾引 那四十狗肯定解空 解完空就直接走 一点办法没有 但我这波勾引的时候 四狗跳出来的时候就没有那么灵活 而且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对吧 敌方的下路来到我们这里 那这的话是想烧了一下四十狗的一个 在塔下的一个补兵进程 好 这时候对吧 因为对面卡丁死了之后 应该快上线了 这波兵我们不可能再继续把它控制 因为我们状态比较长 而且身上钱还也有一点 那必须要选择回家补给装备 那这个时候打野再繁衍 那我肯定不会帮 因为我们之前在放视频的时候会发现 有一波就不大家不记得我打病率的那一时候 对不对 我没有蓝没状态 打野硬要去搞 结果我们俩人都死了 所以就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 我就不去了 我都状态都没有了 你硬要繁衍 那我也帮不了你 那你死的就是你死的 我不可能跟你送账了 对不对 那这时候就要吃一圈长一只 然后继续出来兑现 这把的话兑现就 因为我们说了多少 六级之前我们中野也是有优势的 虽然我们打野也可能在野区不敢碰到对面 但我们中野二打二是有优势的 所以我这把在碰到敌方四肢狗和卡丁的情况下 前期都是无限压线的 因为四肢狗本来四肢狗都已经刚好前期抓来的能力也不这么强 然后打卡丁的关键点我们之前也说了 在卡丁没有盾的时候 你去多去这个用技能耗杂 卡丁一旦有盾 那就像我这样一直A他 那盾没了再去 我这把对线就压得很凶 这就是回顾我们之前 第一次在别人补兵的时候丢进了 首先第一个从从开始对线开始 第一个是打卡丁的关键点骗球 第二个我们这里就开始斩球 斩球先用Q兵斩球 一技能调整角度 等Q技能cd 先用Q兵斩球 等Q技能cd一推出于EWQ 打出完美打出一套 第二在他补兵的时候 用技能或者平A去消耗他 他有盾 我们就A 没盾再放Q 这一整套消耗非常完美 他想补兵也是一样 他想补兵 你看他这个走位向前的走位 肯定是想着补那个 我脚边的那个残忍小兵 所以我就在准备让他 在补兵的时候Q他的 结果我感觉这个人应该是Q错了 他想Q那个兵的 结果Q到我人了 因为我站在那个小面上 然后再继续 又是一个 第一个Q斩球之后 我们又发现了 这个E技能 有角度 能直接推到这个 这个叫啥 卡丁 这又相当于变相的一波斩球 第一波 虽然第一波我们Q的是人 但也是一个变相的斩球 找到的角度 再EWQ 直接给这个人套上一人 单杀 这样的话 对面中单其实就崩了 因为我这把记得 打到五分钟左右的时候 你看 一个卡丁十六分钟 十四刀 什么十六分钟 六分钟十四刀 而且在我们双方打野 打得这么激烈的情况下 我的补刀 还是全场最高的 比判身少两个 你看我们中级打了多少波 第一波在上河岛 第二波在下河岛 一直在打这样 我能把我的补刀 不仅保证我补刀 而且我每波资源也很快 现场也单杀 这样才能赢 然后开始 马上就开始到六级了 我们之前就分析了 六级之后 你也得考虑一下 我们中级有没有对面强 因为有些英雄到六级之后会 前六级有可能不厉害 但六级之后 有可能比中级更强烈 所以我们要选择空线 好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好 这里第六级之后 六级之后你叫干嘛呢 六级之后就得多利用 新的拉 带控制或者 且高爆发的一个特性 多跟打野链的 一定要记得这个写的是跟打野链 不是跟中南 不是跟上路或者下路链动 因为新拉是一个不太适合经常游走的人 因为它保命能力表 如果在河道很容易被别人包夹 一旦被包夹就死了 所以这个你只能跟着自己的打野链一起走 跟自己的打野链动 要么就点信号 让打野帮自己干渴 或者帮自己反蹲 要么就是在敌方buff要刷新之前 带着打野去反应 好 这就是你在前期到对于之后 你需要做到更多的事情 要么就是第一种 我想打对线 或者打野也听我的 那我们就中野一起给别人中南打算了 我打对线发现压不到对面 而且打野也不怎么听我的 那我就带着打野 或者跟着打野 一起去对面的野去反应 打野有可能不爱去帮你 但是你去帮他的还是很热议的 你点个野点个心号 要去反野他肯定开心 今天中南还会帮我反野 还挺爽的 我们两个一起去对面野去搞事 打野肯定都是任性 你跟着武 那我肯定爽一点 是吧 然后第五点就是 没有大招的期间 尽量不要打得太凶 也不要乱搞事 这就是杏拉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打法 就六级之后 主打对线 要么主打对线 要么主打中野双野 就这两种 然后没有大招的期间 就是你没有大招的期间 那就不要去想着跟打野去联动 或者说不要想着游走或搞事情 因为你没有大招的时候很容易 就很多音效你都打不过 我们这里也是看一下 把这个镜头切过来 首先是对线 这里卡丁还是五级 那他还是五级的话 我们是六级的一个 这个卡 这个新德拉还是可以压他的 但是 这个一级能推空了 因为你一级能展球不能 也不是说你每次都能命中能 对不对 还是有一定的预判的 那这里的话 我再打卡丁 卡丁吃完这部冰箱之后 有可能倒六 虽然我这里已经倒六了 但是我没办法压他 因为我这个意念已经空了 而且我不知道 我旁边的一个视野的话 上路河道是没视野的 而且这卡丁走位比较靠前 所以说没办法去跟这个卡丁 怎么去折腾 那只能把冰箱推完之后 回去拿个篮就行了 拿完篮之后 我们这里发现了 卡丁倒六了 潘森倒六了 四个未知 不知道他有没有倒六 所以说你看 我倒六几之后 就不要不敢去 不说空闲吧 就是我不敢去跟卡丁打 还是选择什么呢 就利用推线 推完线就躲在后面 不让你的人去干口 这也是一种打法 不一定说 因为对面 主要是对面这个阵容是什么 中单卡丁 打野四肢狗 上单叛生 他这几个应用是有 拥有越我塔的能力的 你知道吧 在别人可以越里的塔的时候 你空闲是没有用的 别人越里的塔 你空闲有啥用 别人直接顶着你的塔 我给你宰了 所以碰到这种情况下 以静为退 什么叫以静为退 就是我疯狂的退兵 推完兵我就躲着 我不上线了 就推完兵我就躲在塔下 不让你看到我在哪里 对不对 对面打野向 杠肯定他必须要知道 你再中单 再中的他才会干 对不对 我把兵器推完之后 我躲在塔下 不暴露视野 你怎么抓我 你不可能说你平 你也不知道我在哪里 对着我中单 对着我的中一塔 就跳一下吧 然后这里可以看到 卡丁在烈士的情况下 站位这么靠前 那么只有一个原因 什么 你看这个卡丁被我杀了 我三杠二 他一杠三还是什么 说我不知道 反正战机很差 他打得这么凶 那肯定代表着 敌方打野在我附近 所以说我在作业 对不对 但是没办法 你看对面 中上也就完全不当人 三个人瞄我 你说这顶 谁顶的 是顶不住的 所以说我们在 对线机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 六级之后 也是要考虑到 双方中野的一个能力 至于如果 如果自己这边中野 到六级的时候 打不过对面 那你就稍微微醉 当然六级之后 最好要计算到上单 甚至说计算到辅助 对面谁资源快 那就计算到谁 就比如说敌方辅助 是一个垂石 那你也计算到垂石 或者说对吧 对面上单是攀升 那你就多注意 攀升只要有大了 攀升大到一般是三分钟 你每三分钟 就得注意一步 这是你中单 身为一个中单 必须要必备的能力 不是说中单只打对线就行 因为中单是在地图的中间 它设计的因素很大 就跟打野一样 不仅仅打一个刷野 为什么上路和下路 是主打对线 因为上路和下路 都是在地图的边缘位置 它就是打对线的 对不对 但是中单和打野就不一样 中单在地图的中间 它啥都能干 所以它中野两个位置 需要注意的点是最多的 就是它需要学会一心多用 然后这里的话 我们刚刚可以看到 四个在上路出现的 对不对 这是在我们特线的时候 我们说了 为什么我们这时候 看到对面上野 有可能约我们天使 但是我们不过去 不帮他呢 第一 我说了 你玩新的拉 不能单 最好不要单人游走 对面的卡丁还不在地图上出现 你这时候直接往上走 卡丁从家里出来 跟你把 跟你 就是把你往治狗那边逼 治狗又把你往中路一逼 你就是个死路 对不对 我们说了 六级肉多跟打野一连动 即使我感觉 我能看到我们上野 有可能被遇 我也不会去 因为对面卡丁不在 对面卡丁加四只狗 两个人在野区碰到我 我就得死 所以说我选择更多的 去围绕着打野 对 你看这里打野在我旁边 只不过这一步 我们算得不好的一点 就是拖了时间太久了 其实这里我其实不想打了 知道吧 我想直接走了 因为我 因为我跟ADC是双排了 ADC告诉我 对面的辅助来了 但没办法 就这个实际上 他想打 我不想打 但我们就产生了意见分歧 所以之后还是死掉了 对面 就是你打越往上打 谁的资源速度快 谁的真的很关键 这种就是什么 对面幅度来得快 我们幅度来得慢 没办法 别人多打人少 就是有优势 你根本没办法打 好 这是我们说的一个 又被抓了第二步 主要对面这个中上野 对于我这个英雄的一个 什么抓我的能力太强了 我这个对吧 辛多拉正雄 谁要一技能一交 或者说有一技能 这几个英雄都可以硬干我 我们再来看一下后面的一个对象 后面的话也是一样 我们说了六级之后 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第一 没有大招不要凶 这里我们有大招 稍微可以凶凶 第二是什么 多跟打野打联动 第三是多注意地图上 敌方英雄的位置 这里为什么敢推打 第一是因为 我们可以从右下角看到 天使和 天使和潘生都死了 其二 敌方中单不在线上 其三 刚才在上一波对拼中 对面四个把大刀交了 是吧 就是这三点 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点这个杜城 如果对面潘生活着有大招 那这个杜城我们是不敢点的 然后这时候你可以呢 我们六级之后 由于打不过对面中野 那也没办法 对不对 那我打不过他 你看我的战路就非常靠 然后完全跟六级之间不是一个人 第一是因为敌方打野 对我的威胁力太大 第二是敌方上弹 对我威胁力太大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到六级之后 就打得非常威胁 有的兵 兵线过去了 我根本就不敢吃 这是我们之前在说的 就是说在打一些 有位移的英雄的时候 兵线过去了 六级之后 兵线过去了 你可以不吃 等兵线过来 你不等 你一定会死 就比如说刚才 这个我们打野千诀 在打F6 就看到对面四个 因为你是一个脆皮 别人这种刺客型打野 到了这局 肯定想着就是抓你的 无论他是狮狗也好 或者是梦魇也好 还是那种虾子也好 他在杀杏特拉之内 这几个应用 杀杏特拉跟玩一样 你都得自己去注意 你看这兵线过去 我就不吃 你看 我站位就始终的靠后 除非说 打野在我附近 我可以强推 因为打野在附近 可以反动我 我可以强推 打野不在我附近 我就根本不敢 然后这里看到了 就是我们之前说的 一个典信号 跟打野点的 协助金号的时候 打野知道了 他要反动我 然后就等着 对不对 他既然有人反动 那这个时候 我就可以打到胸里面 故意的卖出破战 跑去A这个卡丁 那这个卡丁果然中继了 对 然后直接一个 这个QRE 在那个轮带着 然后盘神也果然跳中 这能有时候 对吧 就碰到对面 中上也都是刺客这种 真说实话 你玩个法师 真的很难受 所以说你 这个英雄 你一旦 对面中上也选择 选择刺客英雄 比较多的时候 你到六级的时候 一定要为首一点 不要觉得 我六级前优势很大 我就无脑压先 因为那些刺客英雄 在跟法师对拼的时候 都是有一定的优势 这是英雄的优势 但我们法师也有优势 什么 手材 打到后期谈战 好混一点 所以说我们只要在对线期 尽可能的少被别人抓死两次 这是队友最大的贡献 因为没办法 这种情况 别人中上也三个能搞你 你不能说我一个法师 天天一打三 上单也不TP 天使线上也玩得烂 打不过对面上单 还给 资源比别人上单慢 对线也对不过 啥都不是 那这种情况 你不可能说 你去主动的去抓判生 你抓判生你自己更有可能得死 对不对 然后你也不能动 你也不能乱动 因为对面中也都是四个地 乱动就得死 所以说六级就最好做的方法 就是跟自己的打野多年动 要么你帮打野 要么打野帮你 就是两个 你看我的站位 一直都是围绕着打野的 从开局到现场 基本上都是一直围绕着打野 打野在哪边我就在哪边 我不会说一个人要干嘛 这是一个六级 六级之后需要注意的事情 说完了六级我们再来暂停一下 再来说一下中期 因为这里对吧 我们下路已经把对面的下路 一塔推了 然后我们上单一塔也即将被推 所以已经进入到中期 中期分为什么呢 首先有四点要需要注意 第一有架打就打架 就自然去打架 就是说脑没有架打 没有架打 或者说这波架还没有打起来的时候 你就不要去站在站着 因为有些架是什么 你去了 他们不会打 你不去 他们才会打的一架 那这种架怎么办呢 你可以假装不在 然后让他们开起来 你再现身 不然你在那里 就像于什么 五个人吃一条兵 吃一条路的兵 你不在 又担心队友被开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我假装不在 我不暴露事业 我在后面偷偷摸展球 然后等对面开 对面开我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有些时候一定要记得 没有架打或者架还没打起来的时候 你就发育吃兵 才是你的关键点 不是说这波架 有可能打起来 但还没打起来 你就一直站在那里 那有可能你站在那里 有可能这个架一辈子就打不起来 只要你走就打起来了 所以说你可以假装走 或者说 不管这波架也要吃兵 一定要记得 有架打才需要去打架 没有架打 或者架还没打起来 你就吃兵 中期我说了 中期就是最能体现 分段的一个时间点 好 第三点就是什么 辛德拉在吃兵带现的时候 也是只能用QW和配合上平H名 不能用1 因为我还是那句话 你带现的时候 你用1H名 你就算有R都没用 因为你R技能保不了命 R技能只有伤害 对不对 第四点就是 辛德拉带现 一代就是不能生带 不能生带 你每带一波 就往对右方向靠一下 这是最好的 记住 辛德拉在带现 辛德拉可以带现 但不能生带 也不能一直带 而是每带一波 都往队友这边靠一波 房子 第一是房子队友打起来 你可以更快地赶到 第二是房子被抓 因为你一直带 别人知道你在他 他就会过去找你 你带一波消失一波 他就没办法找你 因为他不知道你在哪里 这些是中期需要注意的点 我们再来看下这把游戏的一个中期 首先这里的话 敌方上野放先锋 去推上他 那这时候如果我们 这时候有可能会有很多 人人做一个错误的判断 就是什么 做到很多错误的判断 去守上 但你想一想 你一个人去守得掉吗 对不对 首先我们 这个守不守上 主要看我们过去 能不能守得住 对不对 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守上 但是我们过去 如果达不到我们目的 那我们有什么必要去呢 是不是 这个时候有很多学员就跟他 我中单 打卡你没什么压力 上路死掉了 上路有可能别人两个人拆塔 我过去 过去帮队要守一下塔 但你想你过去你就死了呀 你的目的是去守塔 但你达不到你的目的 那就不去了 那这个时候学会干嘛呢 换资源 对面推我们上塔 那么可以干嘛 叫上自己的下路 一起来推对面的中塔 推对面的中塔 不就够了 这样的话我们既避免了 被单杀的尴尬 而且也避免了 就是说少了一只塔 就有一定的劣势 对不对 这里我们就直接过来推塔 你看我们快信一点 直接带着队友过来推塔 在推塔的过程 我们先是 因为对面上也还在 还是上路 我们不用担心中路 这波打起来打不过 因为对面少人了 我们这里看到了 对面下路来了 首先铝坦勾上去 我们再用Q1技能 配偶上队友 把这个奥尔玛杀 先杀掉再说 然后本来准备对这个人 丢阿的 但感觉他衣服有散 有闪现的样子 把这个阿捏走了 因为泰坦刚刚那个走过 肯定明显有赏 叫阿没意义 秒不掉他 对不对 然后这里的话再换下去 但换完经济之后 因为对面的上野 已经把我们的上塔拆完了 这时候他们消灾地图 你想一下 那这时候对面上野会干嘛 会来中对不对 所以我们推完这种塔 就得走了 因为潘森和狮狗的战斗力 还是比较高的 而且铝坦的大招也没有 这时候很明显 我们这波团推完之后 就已经没有什么价格要大了 那就配合干嘛 跟着自己的打野 这其实也算是前中期的一个东西 因为我说了 六级之后多配合自己的打野联动 你会发现这把 我跟打野虽然是一个路人局 就是我们俩没有双牌 但你会发现我跟他联动性 还是比较好 虽然有些时候我们俩一起死 但联动性是很好的 就是你玩中单 就要学会跟打野去配合 这是也是中单的必修 不是人老是想着打野 怎么去配合你 也要想着怎么去配合打野 你能能为我 我为人 不能说光想着打野 把我当爹一样供着 一天在我中的战 你看这里 我在推完中的时候 第一时间给队友的信号是什么 大家注意一下 我在推中单的时候 给队友信号就是去反红 这就像我跟打野在联动 如果我没有给他这个信号 他有可能没有这个勇气 为什么 队友都不管他 他一个人在敌方上 也都消失了 他给人去反红 他不敢 后面就开始我们说了 有价打就打架 没价打 你就吃资源 刷野 就比如说这里 先吃一下 吃一下蓝buff 有了驴签回生的 去拿清靠蓝buff 没什么关系 开始带线 我们刚才说的带线 大家应该还记得吧 带一波消失一波 带一波玩都有靠一波 对不对 所以说这波先带线 这里为什么可以用一技能清线 这里注意 为什么这里可以用一技能 因为我们中路的线 发现了敌方是五个人都在中担 都在中担 这里的话我们就不用担心被抓 五个人都在 我们就不用担心 这里的话我们就力求一个快 清完线之后发现了中路有可能打起来 因为敌方潘森也在中担 好像准备跳大了一样的 那么就退完 这波线虽然没退完还插个暴子兵 那我们也要往中担 潘森果然跳了 我只能说这把我们上栏确实有很大的问题 因为这个上栏一波都不自缘 对不对 所以说路人局碰到这个 碰到这个你觉得很 碰到这个人很正常 我也碰得到 那为什么我碰到这个人可以赢 就是因为我碰到他的时候 我不会去跟他打这BB 我会点信号 点信号的话就比较简单 我不会打这BB 我会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就比如说我该戴现在戴 该发育就发育 保证好自己的装备就行了 他不肯来 你叫你跟他说话 他也不一定能的 他不愿意来 他愿意送 他愿意一直带 那你也没办法 你跟他说也没用 这能就死脑筋 对不对 就死脑筋 但我们还是自己的发育 就是队友怎么样 那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事情 但自己怎么样是可以控制的 所以说我们 你可以看到我在中间的时候 基本上有架档 我就往队友这边靠一点 不过我刚才来了 其实也没用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一个四打五 天使不战 所以我这波来 只是挽回一波 就是说来守一波塔 这里为什么铝坦勾上去 我要队友不要让这个铝坦直接走 是因为 再挥回一波下 这波泰坦是满血 卡丁也有蓝量 也有血量 这波如果我们打起来 泰坦和卡丁资源过来的话 我们二打三肯定打不过 这就是你在中单 在游戏里面承担的一个地位 有些时候 你觉得这波不能上 你就学会给队友指挥 而不是队友要上 我就一定要跟着他上 你自己也是有大脑 就跟你们玩打也一样 不是说别人要你帮他抓 你就一定要帮他抓 中单也是一样 不是队友要带节奏 你就老是有能够 我又是队友老是带我节奏乱打 怎么办 你没有脑子吗 他带着你打就得打 你就非要听他的 你战绩比他好 你非要听他的 你不相信自己的判断 然后这里的话 泰坦在这里首先 我们找一个机会把他杀掉 你可能发现我的发育节奏 基本上都一直没有断 是吧 你在这全场 除了对面六级之后 中上野一直在威胁我的时候 我有几波兵不敢补一万 其他的时候你会发现 每个时间点 我没有架打的时候 我一定在发育 这就是你们carry游戏的一个重点 然后这里 我们发现了敌方的四日狗 还在下路担担 因为四日狗他是一个打野 他不是一个上单 也没有TP 对不对 他从下路赶到中路来 他是比较远的 虽然这波我们只有上单 但对面也只有四个人 而且我们这里有千局 对面人也都都在不在中路 没有人去守卸 那我们就直接推中 好这里看一下为什么 为什么这波我们可以选择 继续推中 好吧 这个也是一个很关键点 首先 第一 我们第一时间看到的是 敌方的中上 在上 在抓我们天使 第二 对面的 这个叫啥 对面这个泰坦幅度死掉了 不需要 第三 奥马 又出现在上 这像敌方上路三个 中路一个被我杀了 下路一个 对吧 下路是一个四日狗代现 代表什么 他们中单没有 没有人去防守了 所以这波我们敢这么果断 很多人知道 这个时候也会觉得 啊 四日狗再带我下场 我要回去守一守 但游戏说实话 游戏不要 不要死了 游戏要灵活 像这种对面 对面的人比我们少 我们干脆直接推 你回去 你想想 我们这波回去的目的是什么 第一抓四狗 第二是守塔 你想想你回去能达到这个目的吗 你能抓到四狗 你这么从中路这么远 走到下路 四狗会不走吗 对不对 既然打还是一样 既然达不到我的目的 那我为什么不转换一种四狗 达不到目的 我就不退了吗 这里因为第一 是因为我们上单天使 有TP我看了一下 三天使有TP 第二 纽毯在往这边赶 那这样的话 到时候就算 现在表面上看起来 我们是三个人 其实上我们是五个人 第一 纽毯离我们不远 第二天使有TP 第二的话对面 不第三的话是对面 这暂且只有三个人 因为对面太难死掉了 这个四狗在下路待线 这波我们其实是一波五打三 表面上看起来是我们三打三 但其实是我们五打三 对不对 这样的话就把别人逼过来了 看到没有 攀升 作为了一波错误的决定 从我们人群中过来 给我们秒掉 直接给他R秒掉 然后对面 那些看到我们能多 也不敢上 这就是游戏的时候得转换 中期你要一定要记得 有价打就打架 没价打就发育 而且中期换资源 有一手换资源是最聪明的 这个F6给我 不要说一定要 还是那句话 自己要有脑子 不能老是被这队友牵着鼻子走 或者被敌人牵着鼻子走 要学会 有些时候思维转运 要唯唯就造 唯成打员 对不对 这都是可以做的 不一定说别人干嘛 我就一定要跟着他去干嘛 这个更多的还是提前在打野上 因为有很多玩打野的学员都是这样 别人打野干嘛 他就非要跟着 他就没有自己的事情 那我这几波指挥全是对的 对不对 第一波对面上也拆上 我手上那波就没了 那我们退中就有了 第二波思狗待下 我们手下 那这波高地就肯定退不掉 那这样的话就拿不到什么优势 那我这波只会退中 因为这几两波全是我点的情况 我知道 有些时候你得换 因为你如果老是长途奔不波的话 你是要 就是说就很累 对面一直被对面牵着敌者就很累 所以说你要学会自己掌握这个主导权 而且这里我们第二届直接做了精神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还是那句话 敌方中上野斧 这个阵容你不出精神 你是活不下来的 出装也是要活跃 这个游戏为什么好玩 好玩就好玩的 它多变 没有什么说特别固定的东西 是吧 这里我做精神 为什么这里我敢卖 第一是因为队友在我旁边给了我勇气 第二是因为我有精神 我不担心这个人可以秒的 我可以卖一波 队友在旁边我也精神 我也可以卖一波 第二波这波赢了之后 游戏就直接结束了 表面上看起来 大家会看一下 其实13分钟14分钟 我给敌方中上野一直抓的时候 这个局势还很妙嘛 对不对 但就在这短短的两到三分钟之内 就奸进了我们的优势 就这么快 你们想一下这个节奏快不快 在15分钟的时候 我记得应该是在15分钟的时候 我们还 两边还在互相打酱油 打酱油呢 就这两三分钟赢了 而且还是在 天使基本上不支援 我前期被无脑抓 打野 打到最后还是三缸五 一个劣势的情况下 对面打野140一刀 我们打野80刀 在这种情况下 在短短的两到三分钟之内 我们把游戏赢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中期第一 有价打 我们就打下 没价打 我们就继续持线 一直在保持我们自己的一个 就是良好的发育状态 第二出装很科学 第三 知道换资源 这个换资源的话 因为不太好讲出来 所以是因为每个情况 有些情况确实需要回手 就比如说 如果对面那波 是四个人在手中 我们这边上单没有TP 我们就必须要回手 但是那波我们上单有TP 辅助也在不远处 我们是五个人 对面能少 我们能多对面能少 那就不要被别人牵着鼻子 好 这是一个 然后后面就直接一波推了 但是游戏很快 因为中期 中期我说了 中期是最能体现分段的一个时间 你们自己想一下 如果不是我说 你们第一波是不是会去上 第二波会不会去下 如果去上去下 你这一局游戏有可能就会被拖很久 然后这游戏就输了 这是干嘛 就中期是最能体现出分段的时间 对线期其实体现的 有可能都不算那么大 最后的话我们再来说一下 后期要做自己什么 其实刚才也算后期了 也算后期了 后期要注意什么 首先第一保证不死 你看除了在对线期 我实在没办法 对面中商人 三个人硬要干我 我死了一点 被抓死了一两次 或者说被打野带的节奏 死了一两次以外 我们刚才那个视频发现 我中后期一直都没死 对不对 出装也很稳 站位也很稳 从来没有死 很少死掉 第二是 发现敌方脆皮落单 那可以在阴影视野处 先去两下地板斩球 然后从侧面过去 绕过去把它杀掉 虽然刚才的视频没有展示到 是因为我们节奏打得很快 但是我们还是把那个泰坦杀了 对不对 泰坦在中路 跟我烧 我把它发现 它一个辅助泰坦 其实也算脆皮 第三 经过没有任何事业的草丛 那也学会先用达不探视野 这个的话我记得 是比较有印象的 我们给大家看一看 就在中后期 你经过那些没有视野草丛 你一定是得看视野了 我们这里可以看 是在推完中之后去 拿对面的红的时候 要记得 好 这时候对面的上单 推完中 对面的上野都不见了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对面上野不见了之后 很大概率都是 回到中路舌塔 或者说回到这南巴 也就守红 你看我这里 在没有视野的草丛的时候 我就用达不探了一下视野 放在对面四个 在这里等着 这个我是记得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你在中后期 谁做的细节越多 谁能把这些细节都用出来 谁就能上分 不是说你光知道没用 很多人都会觉得 用达不探视野 谁不知道 但你打起来不会用 那有什么用呢 知道有什么用 翻 把书打开 知道一加一等于二 把书关上不知道了 那有啥用呢 又不能转化为自己的东西 然后 第四点就是 在推塔的时候 可以不停地在自己身前放Q 增加敌方守塔人员的心理压力 这个时候我们在团战片讲过很多的 第五点就是 守塔的时候 如果我们是守塔 那就尽量站在其方的前排后面 用Q打不最远距离前线 不要用平A 就是说我们是守塔那一方 那你就不要上去用平A 因为你只要A兵 有A兵的行为 有可能就很容易被变得开 好吧 这就是我们新大家的一个整局教学 那么新大家的全部教学就到这里结束了 希望大家下去之后 多多去练习 这个版本非常火热的中断期 路人局有可能不火 比赛还是很火热 特别是打病 那么新大家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 大家再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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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